9月22号 乔仁良的追思会在上海举行 不少明星好友前往悼念 乔仁良身前挚友赵丽颖 参加完追悼会后 一身黑衣现身机场 表情沉重 神色悲伤 看得出来依然非常难过 机场有不少等候多时的萤火虫们 贴心的营宝还给现场的粉丝们签名 这几年一直遭受抑郁症折磨的Kimi 在镜头前一直表现得非常阳光活泼 而作为最了解自己儿子的母亲 乔仁良的妈妈四年前 在一次节目中提到 因为乔仁良的一句话 让他觉得儿子过得并不开心 感觉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可怜天下父母心 自己儿子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 还在荧幕中微笑着面对众人 做父母的心中 恐怕却更加难受 曼果拉新闻 如今世人已逝 希望Kimi的家人朋友都能好好地生活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过多地打扰他们了 霸道